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货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计赏期内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2013年下半年,辽宁丹东市西南海域中有一条船正在进行挖掘作业。 挖掘的过程中,船上的工作人员偶然发现海底有金属物体。 出于谨慎,他们立刻将这一消息上报给了当地文物部门,那时候的大家无论如何想不到,这一意外发现竟会带出一段悲壮历史。 2014年,丹东黄海海域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,在全体考古学者的努力之下,一艘1600吨左右的沉船辅出水面,并被命名为丹东一号,紧接着以大批文物陆续出水。 2015年11月4日,通过对沉船和文物的仔细鉴定,国家文物局确认该沉船为中日甲午海战沉没的战舰,致远舰。 公元1894年9月17日,中日甲午海战黄海大东沟战役中,由邓士昌指挥的致远舰奋勇抗敌。 但在日军军舰的围攻之下,致远舰多处被毁,舰上也燃起大火。 远舰致远舰即将沉没,邓士昌带领着全舰250余名官兵,毅燃驾船撞向日军主力舰,最终壮烈殉国。 致远舰也从此沉入了深深海底,直到2013年才被偶然发现。 新中国成立之后,政府曾三次尝试打捞致远舰,但都未能成功,如今终于确定了它的具体位置,也是中国考古界近几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。 2015年年底,致远舰的打捞工作全部结束,面对着这艘伤痕累累的战舰,参与考古的武警官兵们集体向它敬礼,对它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。 2003年的一天,河南黄河边一位钓鱼老汉正打算收缸回家,但鱼竿拉起来,竟拉出一只背上插着四只剑的铁王棒。 拿给专家看后,专家感叹说这是无价之暴,那这铁王棒到底有什么?